因为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播出 人气火速窜红的李宪 算是今年暑期最受关注的演员之一了 如今电视剧已经播完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现男友的余温却丝毫也没有消退 对于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他自己却有一点困扰 哎 还回来吗 不回来 我关门了 我走了 拜拜 一部《亲爱的热爱的》把李宪送上了 一线当红小声的位置 在过去的整个七月里 有关她的热门话题几乎从未停歇 但是在所有的赞美和掌声中 李宪自己至今难忘的 就是有关她演技不成熟的负面评价 其他的我大多不记得了 那可能记得比较清楚的 比如说像李宪台词 李宪枯戏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那我如何去调整自己 如何去改进自己 在未来的拍摄里头 然后让这些东西不会是 大家会去感觉到跳戏的缓解 虽然李宪的演技受到过质疑 但是这却不影响 她的人气一路飙升 她甚至还成了上千万人 心目中的现男友 但是随之而来的种种困扰 却让李宪不太开心 我每天都不开心 每天 比如说我发一个东西 然后被人误解了 又或者很多网上的营销号 屈解我或者说他们把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非要硬塞在我的身上传达给很多的网友 然后来误导他们 那这些东西我看到了之后 我都会不开心 因为李宪的走红 不少蹭热度的现象随之而来 李宪的一言一行也被无限放大 更有过激者把李宪的私人信息 都翻了一个底朝天 剧开始播的大概一周之内 我就发现我的手机号和家庭住址 和微信开始被黄牛开始贩卖 然后就会有无数的人给你打电话 甚至在后半夜两三点 也会给你无止境地打电话 后来没办法 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因为这只会成堆地往上累加的时候 就只能换号 然后你突然发现 慢慢地有人 你在你健身的时候 竟然会有人把你拍了之后 还发到网上 甚至还标注你的健身房在哪个地方 你会发现有一些私生 有些黄牛或者是一些狗仔 在你家楼下 在你健身房的附近盯着你 虽然生活被非法侵入 但是在事业上 这样被围观式的走红 无疑给李宪带来了更多正面的影响 她自己也不否认 越来越多的导演 投资人认识了自己 更多的剧本也向她抛来了橄榄枝 虽然选择比之前多了 但是李宪表示 自己绝不会按照市场流量 和粉丝的意愿来解析 我其实不太会为了片酬 又或者说不太为了平台 又或者不太为了什么 这些内阁的去选 我选东西一定是这个角色打动了我 然后我才去选择这个项目 我在拍完《亲爱的热爱》的下部戏 是《恋曲1980》 这是应该是两个完全极端的东西 然后呢 拍完《恋曲1980》了之后 我立马就去拍了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像商业片的 《纯年花月夜》 那这就是我自己对于自己 就是包容性的一个试探 也许我某一面做的不是一百分 但我要把各个方面都做到八十分 在李宪看来 趁年轻他就要多尝试 这也是他一路以来 始终坚持着的原则 绝不重复任何一个类型的角色 我当时去拍《河神》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比之前的《行警灵涛》要难了 我要去水里去拍那么多 那么多的水下的动作戏 我要去各种威亚 在空中飞来飞去 然后打斗什么的 那个完了之后 我以为觉得差不多了 结果我要在四十五天 立马练一身肌肉 去拍《南方有桥木》里的特种兵 我和陈瑞听有那么多的打戏 那么多格斗的戏 拍完这个之后呢 我当时去拍了什么 去拍了《金王朝》 我每天白天吊威亚 晚上去棚里拍情感的一些文系 就这么度过了接近一百天的时间 就没有休息地连续拍摄拍了一百多天 刚刚闲下来之后 大概不到一周的休息时间 我又进足去拍《亲爱的热爱的》 去演CTF的一个老大 所以我感觉每一次都是新的城市 而每一次都有新的挑战 不可否认的是 风里来水里去 烈一身肌肉吊威亚等等作品 并没有让李线多么走红 反而在剧里谈谈恋爱 却让他受到了空前的关注 不过李线却认为 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 所有的积累和经验 都是演员的必经之路 人气只不过是锦上添花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没有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是单独影响你的 而是你的所有决定会连锁反应 我恐惧的是我自己不会演戏 而不恐惧自己红不红 记者李沛志编辑报道 我们的从衔子